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一、新王后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公主 她的名字叫白雪公主 她的皮肤很白 头发很黑 白雪公主的母亲 很早就去世了 她和父亲住在一起 他们过得很开心 有一天 国王恋爱了 很快就有了新王后 白雪公主 也有了新母亲 白雪公主想和继母一起玩 走开 王后把门关上 王后看着魔镜 魔镜啊魔镜 她问 神是最美的女人 尊敬的王后 魔镜说 您是最美的女人 一年又一年 白雪公主长大了 她经常路过村庄 她和孩子们一起唱歌 她把食物分给穷人们 大家都非常喜欢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太美了 一个女人说 要是能跟她结婚就好了 一个男人说 王后不喜欢白雪公主 她从来不和白雪公主在一起 她经常和魔镜说话 魔镜 我是最美的女人 对吗 尊敬的王后 魔镜说 您确实很美 但是 现在有一个人 比您更美 什么 王后对魔镜大喊 谁比我更美 白雪公主 魔镜说 王后非常生气 大家都说 白雪公主很美 说她很善良 很完美 我可不信 那天晚上 王后在村庄里和猎人见面 猎人戴着一把斧子 王后在她耳边 说了几句悄悄话 然后给了她一些金币 第二天 白雪公主在村庄里走着 一个陌生人抓住了她 放开我 白雪公主大喊 是猎人 她把白雪公主扔到马上 她骑着马 她骑着马大喊 他们来到森林里 白雪公主看到黑色的树枝 然后她发现了一个东西 猎人的腰带上有一把斧子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吓坏了 求求你 让我走吧 我没有做错什么呀 她流下了眼泪 猎人叹了口气 停下了马 可怜的孩子 她说 走吧 再也不要回来了 王后要杀掉你 白雪公主很惊讶 为什么 这不重要 猎人说 走吧 白雪公主飞快地逃走了 可怜的白雪公主 猎人想 她不可能在森林里活下来的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三 黑暗的森林 白雪公主跑到了森林深处 树枝拉住她的头发 刺划伤了她的双手 白雪公主爬过岩石和树根 最后 她停下来休息 这个森林有多大呢 白雪公主说 我走了好几个小时 现在我迷路了 天也黑了 地上的黑影 越来越长 冷风吹着树枝 落叶在空中飞着 我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白雪公主说 她看了看四周 但是该去哪里呢 咔嚓 白雪公主很害怕 她看着黑院深处 猎人又回来了吗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跑了起来 她看着白雪公主 她看着白雪公主的眼睛 突然狼的表情变了 她摇了摇尾巴 离开了 真奇怪 白雪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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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了起来 她看到远处 有一个微弱的光 白雪公主很吃惊 是房子 是房子 她冷得发抖 门口有一堆木柴 屋子里有一只明亮的蜡烛 白雪公主敲了敲门 您好 请问有人吗 她问 白雪公主打开门 屋子里有壁炉 里面又温暖又舒服 屋子里有一个长长的桌子 嗯 白雪公主想 七盘食物 七个叉子 七个勺子 七个杯子 白雪公主挠了挠头 每样东西都有七个 而且都很小 看到食物 白雪公主觉得很饿 她吃了盘子里的食物 嗯 嗯 嗯 她喝了杯子里的水 然后 她走到下一个盘子 和杯子旁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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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公主 吃完了所有的食物 她打了个哈欠 哦 好累啊 在另一个房间里 白雪公主 找到了七张小床 好困啊 她说 她躺在一张床上 太软了 白雪公主说 第二张床太硬了 白雪公主 试了每一张床 最后 她找到了一张舒服的床 她躺在床上 很快就睡着了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和七个小矮人 五 七个小矮人 五 七个小矮人 回家了 他们把铁鞋鞋鞋鞋布 以为 哎呀 一顿小矮人 回家了 碷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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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 第二个小矮人 第三个小矮人点点头 我也是 小矮人们坐在桌子旁 第四个小矮人看着自己的盘子 我的晚餐呢 其他小矮人也看了看自己的盘子 七个小矮人都吓了一跳 第五个小矮人生气地站了起来 有人吃了我们的食物 七个小矮人看了看桌子底下 他们又看了看橱柜里 没有人 第六个小矮人说 我们也没有丢东西 小矮人们去黑暗的卧室里找了找 谁踩了我的脚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噓 第七个小矮人说 有人在我的床上睡觉 他举起蜡烛 其他六个小矮人赶紧走过来 他们看着白雪公主 他真美 一个小矮人说 我们要叫醒他吗 另外一个小矮人问 第一个小矮人摇摇头 让他睡吧 第七个小矮人 第七个小矮人看了看四周 但是我没有床了 第一个小矮人耸了耸肩 我们还有六张床 你可以在每张床上睡一个小时 好吧 第七个小矮人说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六 新朋友们 第二天早上 白雪公主起床了 七个小矮人盯着他看 天啊 他坐了起来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第一个小矮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白雪公主 他说 我叫达尔 小矮人说 他介绍了其他几个小矮人 这是玛尔 帕尔 盖尔 查尔 鸭尔 和斯达 小矮人们看着白雪公主 你从哪里来 玛尔问 你有家人吗 帕尔问 白雪公主 把王后的事 告诉了小矮人们 盖尔 咬了咬嘴唇 我不喜欢 那个新王后 查尔 查尔点了点头 他很讨厌 他太坏了 亚尔说 斯达流下了眼泪 可怜的公主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请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白雪公主笑了 那就太好了 我们要小心 达尔说 不能让王后知道 你还活着 小矮人们 准备去工作了 天黑之后 我们会回来 达尔说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好 白雪公主说 白雪公主 一整天都在打扫屋子 现在 她在准备晚餐 她笑了 我的新朋友们 很快就要回家了 这时 王后正站在魔镜前 她大笑 现在 我就是最美的女人 对不对 魔镜 不对 魔镜说 有一个人 比你美一千倍 白雪公主 和七个小矮人 七 外套 尊敬的王后 魔镜说 白雪公主 是这个王国最美的女人 王后非常生气 什么 她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 小矮人们 要去矿井工作 达尔向白雪公主 挥手说再见 记住 她说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正在洗碗 买衣服了 一个声音喊道 好看的衣服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走到窗前 一个老妇人走过 她拉着小推车 小姐 小姐 你好 女人说 要买点东西吗 白雪公主 想起达尔的话 不用了 谢谢 她说 女人从箱子里 拿出一件外套 她走了过去 这件外套 很适合你 她说 白雪公主 看着美丽的外套 女人走近了一点 试试吧 她说 试试 有没什么关系 白雪公主 咬了咬嘴唇 嗯 好吧 女人笑了 她帮白雪公主 拿着外套 白雪公主 穿上了一只袖子 她又穿上了 另一只袖子 突然 外套 变紧了 她紧紧绑住了白雪公主 啊 白雪公主 大喊 我不能 呼吸了 女人大笑 哈哈哈哈 再见了 白雪公主 然后 呼的一声 女人 消失了 白雪公主 和七个小矮人 八 黑屋子 小矮人们从矿井里出来 达尔擦了擦额头 真累啊 马尔摸了摸肚子 希望白雪公主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晚餐 白雪公主 太好了 帕尔说 王后 为什么不喜欢她的 真想不通 盖尔咬了腰嘴唇 我不喜欢 那个新王后 长尔点点头 他很讨厌 他太坏了 亚尔说 斯达流下了眼泪 达尔拍了拍斯达的肩膀 别担心 斯达 白雪公主和我们在一起 很安全 小矮人们 边走边唱歌 但是当他们到家时 屋子里是黑的 没有火 达尔说 马尔闻了闻 闻不到晚餐的味道 不跑了 小矮人们冲了进去 他们都吓了一跳 白雪公主躺在地上 它没有呼吸了 帕尔说 把那个外套脱掉 盖尔说 查尔和亚尔 拆下外套的钮扣 斯达用力拉外套 白雪公主醒了 她睁开一眼睛 见到你们我很开心 发生了什么事 达尔问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把老妇人的事 告诉了她们 老妇人一定是王后 达尔说 这时 王后站在魔镜前 尊敬的王后 魔镜说 白雪公主还活着 而且还很美丽 王后尖叫起来 啊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九 梳子 记住 白雪公主 达尔说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好的 白雪公主说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扫了地 然后 她坐下来看书 咚咚 白雪公主 赶紧站了起来 是谁 白雪公主问 我只是个老妇人 那个人回答 白雪公主 偷偷往外看 她看到一个 鼻子很长的女人 哼 白雪公主想 她不是昨天那个女人 请买一把梳子吧 女人说 我需要钱来买食物 哦 你饿了吗 白雪公主 觉得很伤心 进来吧 她说 女人把梳子 给白雪公主 真好看 白雪公主说 白雪公主 用梳子梳了梳头 她倒在地上 女人大笑 哈哈哈哈 再见了 白雪公主 小矮人们回家了 白雪公主躺在地上不动了 天啊 达尔大喊 小矮人们想叫醒她 她死了吗 马尔问 斯达擦了擦眼泪 这是什么 帕尔问 她拿走了白雪公主 头发上的梳子 白雪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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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七个小矮人 十 苹子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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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 王后跺着叫 她扔掉梳子 尖叫起来 啊 我讨厌白雪公主 王后深吸了一口气 啊 我需要一个计划 她在房间里 来回地走 然后 她停了下来 我知道了 我要做一个 毒苹果 白雪公主 在看书 买苹果咯 一个女人喊道 好吃的苹果 肯定又是王后 白雪公主想 你好孩子 女人走近白雪公主 要买苹果吗 白雪公主 皱了皱眉头 不用了 谢谢 她说 你 确定吗 女人 拿起一个苹果 这个看上去 很好吃呢 女人 把苹果 拿给她看 白雪公主的眼睛 睁大了 这个苹果 真漂亮 她笑 苹果 闪闪发光 我不能相信这个女人 白雪公主想 但是 苹果看上去 很好吃 女人笑了 试试吧 白雪公主 盯着苹果看 那就 一口 她说 白雪公主 咬了一大口 一切都变黑了 魔镜 魔镜 王后说 谁是这个王国最美的女人 尊敬的王后 魔镜伤心地说 是您 是您 白雪公主 和七个小矮人 十一 玻璃棺材 那天晚上 小矮人们 很晚才到家 屋子里 又是黑的 天哪 白雪公主 躺在地上 不动了 不好了 达尔大喊 小矮人们 摇了摇 白雪公主 她们喊她的名字 但她没有醒 达尔咽了一口口水 白雪公主 死了 第二天早上 七个小矮人 还在哭泣 小矮人们 做了一个玻璃棺材 她们用鲜花 做了一张床 她们轻轻地 把白雪公主 放到棺材里 她们把棺材 放在树林里 阳光照在她身上 白雪公主 在棺材里 还是很美 真奇怪 她看上去 好像还活着 鸭儿点了点头 她像是在睡觉 丝达 丝达擦了擦眼泪 丝达 动物们围着棺材 大家都很伤心 鸟儿们唱着动听的歌 有一天 一位王子经过森林 他在马上 哼着歌 王子经过一座小房子 他看到一个小矮人 套在玻璃棺材上休息 真奇怪 王子从马上下来 他走向小矮人 你好 王子喊道 小矮人吓醒了 他撞到棺材上 棺材掉了下来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十二 婚礼 王子跑到斯达身边 你没事吧 斯达说 但是 有人深吸了一口气 白雪公主 她在呼吸 斯达大喊 王子往下看 棺材里 有个美丽的女孩 王子打开棺材的盖子 她扶起白雪公主 谢谢您 先生 白雪公主说 王子忍不住 看着白雪公主 其他小矮人 跑了过来 耶 达尔大喊 盖尔捡起一块苹果 小心 白雪公主喊道 苹果有毒 它卡在我的喉咙里 我不知道 是什么让我吐了出来 斯达脸红了 我撞到棺材上了 这是一个意外 白雪公主 给了她一个拥抱 斯达 你救了我 王子已经爱上了白雪公主 发生了什么事 她问 白雪公主 把王后的事 告诉了她 王子担心跪下 那个恶毒的女人 不会再伤害到你了 她说 请嫁给我吧 王国里的每个人 都参加了婚礼 王后到了 她看了看四周 新娘是谁 她问 接着 她看到了新娘 不 不可以是白雪公主 王后生气地走了 很快 她就搬到一个 很远的王国去了 白雪公主 和王子 留了下来 她们一直过着 幸福的生活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